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受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召开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温家宝总理在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针对国内外广泛关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明确打击的重点狠抓工作落实误求专项行动取得实效